大家好 我是高愁少 如果大家有讀過近代史 相信都有聽過人民公社這件事 全民大獲犯 吃飯不用錢 今天就來詳盡講一下人民公社這件事 人民公社成立1958年 這個名字是劉少奇和幾個CCP領導人 在一次閒談中產生出來的 就這樣人民公社很快就發展到全中國了 好了 那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非常簡單 這件事是共產主義的產物 所以人民公社的運作非常之共產主義 全國人民的私人物 即是桌椅 鍋 土地 全部都要交出來 交給人民公社 由人民公社管理分配 然後全國人民努力工作 男女都要 工作到差不多 就可以過來公社免費吃飯 吃完繼續工作 工作完成之後 無論工作表現是怎樣 都有一樣的人工 福利 給人民的 人人平等 這件事一開始運作的時候 都挺不錯的 人人都好努力工作 工作完之後過來公社吃飯 吃完飯再繼續 工作過後 拿人工福利 但做久了之後 那些人發現 無論我做成怎樣 都一定有錢收 有福利 有飯吃 人人都一樣 那我還敢努力工作做什麼呢 人性始終都是醜惡 當發現 做有36 不做有36 自然那些人 做事就會變得好吃 失去了 生產積極性 無論怎樣做 都是這樣的 還敢努力去做 那就好傻 所以好快地 這個人民公社就出事了 人民工作越來越下 導致全國生產表現變得好差 全國經濟下跌了不少 跟著 由於人民公社 吃飯不用錢的關係 搞到那些人 拼命吃 吃到好飽好飽為止 放開土皮的吃 免得執書 這樣嘛 搞到全國糧食 消耗得好快 消耗大於製造 造成 食物短缺 由於公有制關係 沒有人會私藏糧食 全國糧食 都在公社 公社沒有糧 等於全國沒有糧 好 就這樣引發全國大饑荒 連續三年 整個中國都沒有平民 可以吃到餐飽飯 長期都餓住這樣生活 有些 頂不順了 就走賣 又或者 什麼都吃 兩腳羊 這樣 講到這裡 相信大家了解的了 人民公社 真是 弊大於利 其實稍微不離地 都經意想到 這種方法 是不可能成功的了 人性 始終都是醜惡 好講功利 如果做一件事 做又36 不做又36 這樣 人類是不會這樣 賣命為你做的 人類不是機械人 人類是有自主思想的 所以 人民公社這件事 注定都是會結束 沒辦法繼續下去 不過 我發現左派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 無法在現實實現 理念是好 但不實際 你猜個個都是雷鋒同志嗎 大鑊飯 大鑊飯 香港人民大鑊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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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人民的食堂 我們有 我們有 蒸飯 炒飯 冷飯 飯 飯椒 湯飯 一塊飯 飯飯都有 進來香港人民大鑊飯 你只會想到吃飯 因為 你根本就沒有其他東西吃 大鑊飯 大鑊飯 很難吃了鑊飯